嗨大家好,我是苏苏,今天我们来看丧尸电影《我死人之地》。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了全球,所有死去的人类都变成了丧尸,而只要被这些丧尸咬伤,国人也会变异转化。 美国大部分地区很快就被丧尸占领,但资本家考夫曼却利用时局,在三面环河的城市中心打造了一个被电网保护的绿城。 在绿城的核心大厦里,有钱人继续花天酒地,而穷人只能住在外城艰难求生。 为了保证内城的正常运转,由来临带领的雇佣兵小队,会定期开着全副武装的装甲车,前往丧尸占领的地区搜刮日常用品。 但突然有一天,他发现一个身材魁梧的丧尸大黑似乎拥有了智慧,并可以与周围的同伴沟通。 丧尸的变化让莱利深感不安,于是他随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副队长乔洛。 可乔洛身性张扬狂傲,他并没有在意莱利的警示,而随着行动口号的响起,巨大的烟花在夜空中点亮。 原来,丧尸对光非常敏感,因此莱利等人在行动前,会让装甲车燃放烟花吸引丧尸们的注意。 可面对天空中璀璨的烟花,大黑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。 他不仅没有被烟花吸引,还在看到同伴被机枪袭击后愤怒大叫。 此时,烟花发射器突然出现了故障,莱利听闻赶忙通知所有小队撤离。 但收到警告的乔洛却不愿放弃即将到手的美酒,结果遭到了丧尸的袭击。 幸好乔洛经验丰富,他才一枪将丧尸解决。 虽然他们有惊无险地拿到了物资,但乔洛的一名手下在收尾时却被丧尸要伤,并最终在莱利的面前开枪自尽。 为了防止情况再次有变,莱利赶忙带上其余人撤离。 而在雇佣兵返程的路上,大黑竟然从一名队员身上夺下了一把武器。 似乎意识到了枪的威力,大黑便把枪扛在肩上并召集周围幸存的丧尸,朝着装甲车撤退的方向追去。 另一边,回到装甲车停靠点的莱利因为队友的失去感到沮丧。 可对于乔洛来说,这些只是必要的牺牲。 他认为自己只要积累足够的财富,就能过上像考夫曼一样富足的生活。 这样观念不合的两人最终不欢而散。 由于前往城外唯一的通道被电网阻隔, 因此被困在城内的穷人对巨大的贫富差距愈加不满。 但莱利却不想参与由爱尔兰人发起的抗议活动, 并委婉地拒绝了对方的邀请。 此时的莱利已经攒够了钱, 他不想再为考夫曼卖命, 只想驾驶改装的汽车前往加拿大。 可准备驾车离开的莱利很快发现, 自己从侏儒吉娃娃手中买来的汽车竟然不翼而飞。 于是他立刻前往地下酒吧, 递问吉娃娃汽车的下落。 而就在吉娃娃声称去为他找车时, 莱利发现人们不仅与丧尸合照, 还对笼子里的人事大战下注。 眼看笼子里的女人拼命躲避着两个丧尸的追杀, 于心不忍的莱利便立刻开枪将丧尸击毙。 吉娃娃则趁乱准备杀人灭口, 而龙中的女人健壮赶忙为莱利挡下了一枪。 莱利忠诚的手下独眼则不慌不忙地拿起猎枪, 将准备逃跑的吉娃娃一枪爆头。 而随着人群散尽, 绅士的三人都被赶到的警卫队抓进了监狱。 在狱中,莱利得知, 这个名叫斯莱克的女人偷偷放走了和考夫曼作对的爱尔兰人, 这才被对方抓了起来。 另一边,乔洛本想拿着苏罗来的好酒贿赂考夫曼, 并说服九位支付工资的考夫曼让他住进富人区, 但考夫曼听后却敷衍地回应了他的申请, 并暗地里命令手下杀死乔洛。 身经百战的乔洛觉察到了危险, 他将紧跟其后的保安打晕, 并立刻召集手下准备夺取装甲车。 但这时, 大黑带领的丧尸军团已经趁黑摸进了城市的外围防线, 眼看防线即将被突破, 乔洛立刻驾驶装甲车逃离, 而在混乱中学会开枪的大黑则愤怒地对着装甲车射击。 解决完眼前的士兵后, 他又带着丧尸们朝着灯火通明的城市走去。 此时, 逃出城市的桥洛联系了考夫曼, 并威胁对方如果不交出500万美元, 他就利用装甲车上的武器炮轰绿城。 可遭到胁迫的考夫曼并不打算妥协, 他找到了莱莉, 希望莱莉能在午夜之前夺回装甲车。 在得知考夫曼愿意为他提供北上的汽车和武器后, 莱莉便干脆利落地答应了考夫曼的要求, 并借此让对方释放了斯莱克和独眼。 而考夫曼为了监视他们的行动, 又让警卫队安排了三个帮手。 可来到装甲车停放点后, 众人只看到了满地的狼藉, 于是他们随即分头行动, 莱莉带着一名警卫队士兵前往武器库搜罗弹药, 行运人则留下来找到了交通工具。 在消灭了仓库中的丧尸后, 他们赶紧拿上充足的武器弹药撤离。 可在出发之前, 一名警卫队士兵不幸被丧尸咬伤。 无奈之下, 斯莱克只能出手将他射杀。 而在汽车上路后不久, 莱莉便突然让斯莱克停车, 并威胁剩余的两名警卫队士兵放弃任务。 因为在他看来, 只要夺回桥落控制的装甲车, 他们就不用再受考夫曼的控制。 而眼看没有选择的余地, 身为考夫曼手下的两名士兵也只好同意入伙。 众人随即按照仪器上的定位继续追赶乔洛等人。 起初, 乔洛以为考夫曼会向自己妥协, 但考夫曼却做好了抛弃市民的打算。 他在午夜之前收拾了所有财富, 并准备带上自己的亲信连夜离开。 而这时, 丧尸大军已经来到了河道边。 眼看无路可走, 大黑便首先跳入了河中。 丧尸军团则随即在大黑的激励下, 最终穿越了他们一直恐惧的河道。 而在夜色的掩护下, 丧尸们袭击了毫无防备的外城居民。 另一边, 随着午夜的到来, 一无所获的乔洛便决定攻击内城。 而这时, 来历与独眼突然出现。 他们本想与乔洛谈判, 但内心渴望报复的乔洛却执意启动了武器系统。 无奈之下, 莱莉只能偷偷用随身携带的遥控装置关闭了武器。 可就在乔洛与莱与争争执时, 警卫队的女兵却趁机偷袭了乔洛。 幸好莱莉及时反应, 重弹的乔洛才保住了一命, 而女兵则被突然出现了丧尸撕咬。 斯莱克等人只能开枪解决了威胁。 之后, 取得控制权的莱莉联系了考夫曼, 并看到了不远处燃起的火光。 此时她和考夫曼都意识到, 丧尸已经攻破防线杀入了城中。 而在邀请乔洛加入无果后, 莱莉便将吉普车和一些武器留给了乔洛, 并准备赶回城中支援无辜的民众。 与此同时, 城中的居民已经在丧尸的攻击下陷入混乱, 原本保护市民的电网则变成了他们离开的阻碍。 而更让人绝望的是, 丧尸们已经在大黑的带领下学会了使用武器和工具。 他们看到近在咫尺的摩天大楼后, 便砸碎玻璃冲了进去。 被考夫曼抛弃的富人们瞬间便成为了丧尸口中的食物, 曾经繁华的大楼也变成了人间炼狱。 另一边, 为了尽快赶到内城, 莱莉只能前往桥边的控制室放下吊桥, 但装甲车却被突然涌出的丧尸包围。 返回的莱莉健壮便迅速爬上了车顶, 以此逃过了一劫。 而在驶入内城后, 他们像以往一样燃放了烟花, 但被电网阻隔的居民们却发现, 丧尸已经不再对夜空中的烟花感兴趣,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, 就是杀死所有活着的人类。 与此同时, 考夫曼在离开的途中开枪击中了大黑。 虽然他很快来到了车库, 但大黑却随即跟了过来。 司机健壮立刻逃跑, 被单独留下的考夫曼则发现, 身为加油工的大黑, 竟然用一旁的油枪戳破了汽车的挡风玻璃。 眼看大黑无故离开, 考夫曼便下车寻找备用车钥匙, 但这时已经变成丧尸的乔洛突然出现, 原来乔洛在路上被丧尸咬伤, 一心复仇的他便决定与考夫曼同归于尽, 而就在两人扭打在一起时, 再度折返的大黑竟然将燃烧弹丢了进来, 两人也随即被点燃的油箱炸死。 另一边, 莱莉等人终于赶到了电网附近, 但这里的民众早已被丧尸袭击。 看着眼前的惨状, 莱莉便下令炸开了大门, 在一片火关后, 躲在角落里的市民们走了出来, 而领头的便是一只抗议考夫曼南爱尔兰人。 莱莉则拒绝了爱尔兰人一起重建绿城的建议, 并放任大黑带领的丧尸大军离开了城市。 而在完成这一切后, 莱莉也随即与自己的伙伴们踏上了前往加拿大的旅程。 好了,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,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, 我们明天再见。